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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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們在前面的章节 已經把線性馬達的構造 特性 還有它一些重要的規格 都做一個介紹 另外呢在前面的小節當中 我們也介紹了控制的方法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的是 有關於線性馬達 應用的範例 首先在 攻擊機的應用部分 有所謂的多組軸 螺絲機 它主要的用途是在切割 刀劑的精確定位 那這個時候呢它的移動是直線的 所以就採用 線性馬達 另外呢在立式握床 洗床的部分 也可以利用線性馬達 來帶動切削刀劑的精確定位 以及 攻擊機的快速更換 另外呢在鞋床跟車床部分 也是做切削刀劑的精確定位 另外 鐵射切割 切割頭呢 由於它要 隨時移動到精確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也是利用線性馬達 來做 驅動的一個工具 還有呢 飛輪的切割機 也是做 追蹤軸的快速定位跟追蹤 另外就是 坐標量測機 探頭的定位 也是用線性馬達來驅動 那其他的應用呢 還有底下這幾個 例如輪胎的檢測 它可以做 快速準確的移動頭 來做胎壓的檢測 另外呢在半導體裡面 也用的相當多 主要是做 晶瑩的切割 標記 那這些動作 都必須要有平滑 跟精確的運動 尤其在半導體裡面 它必須要做 非常精確的定位 另外呢在面板移動裡面呢 也可以用線性馬達 來做組裝 跟精確的定位 另外在交通工具裡面 最常見的 就是磁浮列車 基本上磁浮列車 我們可以把四圍是一部 線性馬達 另外呢還有 包裝 物料的搬印 還有自動 裝配生產線 那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的機台 這個是一個 裝孔機的定位平台 那它採用的 線性馬達是有鐵芯式的 那這個平台上面 是一個線性馬達 我們可以利用線性馬達 來移動這個平台 來做不同的 機器 還有弓箭 還有弓箭的一個 鑽孔 另外呢在晶片顯微鏡 SYZ的精密測試平台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圖上這個上面呢是一個 顯微鏡 那這個顯微鏡呢 有好幾個線性馬達 來做驅動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線性馬達 來做 精密的 定位 這個顯微鏡呢可以 SYZ移動 也可以 上下移動 所以它是一個 三軸的測試平台 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做經驗的檢測機 這個經驗的檢測機呢 需要非常的精密的定位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平台呢是採用 線性馬達 的SY平台來做移動 那右邊是有關於 它的平面度 跟重現度 跟精密度的一個 誤差量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是相當的精密 這個是我們的線性馬達 可以往前跟往後移動 那另外呢是上面有一個 線性馬達 可以往左往右移動 那另外呢在高速CNC 切割的應用上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圖上呢有兩個線性馬達 一個是往前往後移動 一個是往左往右移動 那這個案例裡面呢 它所使用的是棒狀的線性馬達 這個棒狀的線性馬達 中間這個圓桿 裡面是有永久磁碟 那洞子的部分呢 裡面有線線 透過這個線線的基尺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洞子呢 往前或是往後移動 那另外呢在 快速玻璃的切割部分 也可以用線性馬達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線性馬達是相當大的 再來這個是棒狀線性馬達 融門架構的應用 這是我們的線性馬達 它可以左右上下移動 這個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旁邊這裡面 也有兩個線性馬達 可以讓它往前或往後移動 緊接著我們對本小傑做一個重點整理 第一線性馬達已經被廣泛應用於工業界的精密加工 尤其是在直線的移動 跟直線的追蹤部分 線性馬達用的相當多 第二工業應用上來講呢 我們可以採用單軸跟多軸的線性馬達 透過適當的協調 可以做非常複雜的動作 另外呢 線性馬達也相當適合應用在直線的追蹤 精密的定位 再來是磁府列車 基本上它的原理呢 跟線性馬達非常相似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部大型的線性馬達 只是它的負載呢 是我們的里克 接著呢 各位同學假如說有興趣 想要進一步了解線性馬達 可以參考這些參考文獻 裡面會有更細的探討 緊接著我們對本單元做一個回顧 在這個單元當中 我們已經介紹了線性馬達的構造 以及它的相關特性規格 還有它的應用上應該要注意的因素 另外呢 我們也介紹了線性馬達的控制方法 以及驅動器的設計 還有我們也介紹了兩個驅動器的案例 最後呢 我們也介紹了線性馬達應用的範例 以上是14單元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請大家繼續收看15單元 謝謝